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健康线上午茶会 我是千禧哉健康基金会的新力 今天我们很荣幸还是邀请到 前台湾脑中风病有协会的李市长 也是我们现任台北荣总医务器管部的部主任 彭嘉勋彭主任来跟我们聊聊 脑中风的第三部分就是如何预防 主任好 主持人还有现场的观众 大家好 我们先前第一跟第二集都已经谈过了 脑中风的症状治疗 我们现在就想要知道说 脑中风应该是可以来及早发现的 是不是透过像健检可以做更精确的了解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主任来说明一下 我们应该要做的健检项目 跟脑血管有相关的大概是哪些呢 其实我们希望 所有的国人都能够维持一个健康 然后不要得到脑中风 因为脑中风它相对来说将来的一些后遗症是非常困扰的 尤其会带给家庭非常大的压力 我特别分享一个我最近碰到的一个案例 一个杨先生他是53岁公司的高阶的主管 平常工作非常的认真 他平时都不会去做健康检查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身体非常的好 那平时很忙嘛对不对 然后休假的时候当然要好好的去玩一玩 所以他就到了台湾的东部去旅游 就没有想到在旅游的当中就发生了 以后这肢体怎么一下之间无力的一个症状 就紧急的送到当地的医院 就判断是一个脑中风 那住院进去之后才发现 他除了脑中风之外抽血检查 发现他血压非常的高 而且呢第一次发现有糖尿病 他自己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糖尿病 他的A1C就是这个血 糖化血色素的指数居然超过10 我们知道标准原则上6 那超过7已经算很高了 他居然是10 而且有高血脂的问题 他的低密度就是我们讲的不好的 这个血脂 低密度胆固醇 居然超过186 因为我们的标准现在定在100 他住院以后自己才吓了一跳 就觉得自己以前身体都很好 都没有什么感觉 等到住院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那后来因为他病情稳定了 就家住在台北 出院以后就转到我的门诊 来接受中风的治疗跟胃教 那他又有抽烟的习惯 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就建议他把烟给戒掉 然后呢开始培养出 每天要饭后快走的习惯 那目前呢他现在就是定期的回诊 然后定期的来追踪 那借这个例子呢 我所要跟观众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 假如各位还记得的话 我在讲说中风有些是不可以 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 譬如说年龄 我的建议是50岁 为什么建议50岁呢 各位知道我们的血管硬化 假如你每一年硬化一个percent 假如你很不幸你每年都硬化一个percent 你知道50年硬化多少percent 就是50percent 50percent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点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 为什么 50percent以后的血管呢 狭窄之后呢 它会血流会越来越快 因为血流经过一个狭窄的地方 它就会流速增加 流速增加会增加血管的压力 所以50percent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点 那为什么我建议50岁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脑心血管的检查呢 就是因为假如它狭窄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就发现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提早预防 所以50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不仅是脑部 甚至是心脏也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 有些年轻人大概就在50岁左右 突然剧烈的运动休克 然后突然走了 我们常常听到 突然走的病人呢 都在50岁到60岁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杨先生 你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你只是觉得有点 有的时候可能你剧烈运动的时候 血流不太够 你会有一点点症状 可是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然后呢 它会在那个瞬间之间呢 你的剧烈运动 或是一个脾气来了 跟人家发生一些纠纷 然后血压一下上升了 一下之间 然后突然就发生一些症状 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呢 因为50岁你还是一个 在进行你高压工作的年纪 通常都是高阶主管 所以50岁到60岁你是一个高阶主管 其实你的压力是最大的时候 那你最大的时候 你的血管假如是在50%左右 它正好在那个临界底 它可能在瞬间爆发 出现问题 所以我建议在50岁一定要做一个 脑心血管的检查 对于自己的饮食生活做一个基本的回顾 看看你的饮食习惯 你的生活习惯 到了这个年纪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是 根据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些危险因子 是 然后接下来就做一个基本的血液生化检查 去看看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 假如你50岁到了从来没有做过 我就会建议你做脑心血管的检查 脑心血管的检查呢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血管的超音波 我们的脑血管是从脖子上去 心脏经过脖子到脑部去 它有四大血管 可以从脑部的外面到脑部的里面 做一个非侵入性的 这个血管超音波的检查 假如经费还可以 我就会建议做一个脑磁症的血管的检查 或是这个脑断层的血管的摄影 不仅是心脏可以做脑血管可以做 假如到了50岁 假如你过去有些三高的问题的话 最好就做一个心脏还有脑部血管的 一个电脑断层血管的摄影 这个是非侵入性的 只是打个显影剂 你可以立刻知道你的血管的状况 假如你50岁做了还是跟年轻一样 都没有任何的硬化 那这样恭喜 你的血管至少还可以用10年到20年 所以你做完以后假如没有问题 你10年后可能10年后再做 可是假如你有50%的遐展 30到50%的遐展 你可能一年后或两年还要再追踪 因为它可能会有加速的效果 假如你小于30 所以这种检查做完以后 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大概多久以后 再做一次追踪就好 可以 所以根据检查的结果 会决定你多久来做一次 也不瞒各位讲 所以我50岁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做了一个心脏血管的电脑断层 一看还可以 狭展不到30% 那我就会非常放心 我预计至少10年后再说吧 今天这个主任的建议非常的具体 50岁身体就是已经把这个身体的机器 用了大概一半的年龄 所以应该要去做抽血检查 还有这个影像的检查 就是在这个脑血管的部分 才不会说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个例子 熊熊之间 怎么好像平常觉得自己很健康 可是忽然三高都到位 今天健康线上午茶会已经进入尾声 我们再次谢谢彭主任的受访 那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 我是不是请主任在这边再讲一次 我们这个识别脑中风的口诀 举手微笑说声好 不行就抠119 主持人好 各位好 然后把握这个黄金治疗三小时 今天的影片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 如何透过健检 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脑中风的风险 那各位网友在收看的同时 也别忘了帮我们清洗自爱健康基金会的脸书按赞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健康资讯还有系列影片 那我们下次见哦